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玉凤 线条流畅 风韵迷人 侧身回首 转故生姿 她属于伤亡五丁的王后 傅豪 殷须傅豪墓出土多件玉龙 而玉凤仅此一件 也许傅豪是当时最著名的女人 在安阳殷须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 提及她的就有两百多次 内容包括征战 生育 疾病 甚至包括询问她去世后的状况如何 傅豪墓 随葬品非常丰富 七百五十五件玉器 四百九十九件古鸡 铜镜 古书 还有精美的象牙杯 古刻刀 绿松石 孔雀石 玛瑙珠等各色宝石 以及众多小巧可爱的石器 我们仿佛看见一个爱美又讲究生活品质的女性 正如玉凤般 雍容华贵 仪态万芳 作为伤亡宠爱的妻子 拥有这些大概不足为妻 奇的是 富豪墓中还有一批历代后妃所没有的随葬品 几百件青铜武器和一系列青铜锂器 最令人瞩目的是这件象征国家军权的大月 名文富豪 这位王后并不是身居后宫的弱女子 她是参与国家大事 在男权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 以实力说话的女性 富豪生前能争善战 经常主持各种大型祭祀 拥有自己的封地 经济独立 也向商王室纳贡 武丁是商代中期 秦政开明的君主 他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 武丁朝雄聚中原 开疆拓土 毫不夸张地说 富豪打下半壁江山 作为王后和女将 以智慧和实力担当家国事业 博得众人的敬重 他肩若青童 生活中为武丁生儿育女 作为妻子和母亲 他温润如玉 爱武装也爱红装的双面佳人 堪称完美女性的典范 正是这种爱人 知己 占有的身份 富豪33岁去世时 武丁悲痛不已 将他葬在自己办公的宫室附近 并在墓上建了想唐 母亲宗 以便供自己和后代追思祭拜 紫辈与其他宗族 也为他陪葬了不少重器 甚至有当时的货币 海贝 六千八百余美 如此丰厚的陪葬品 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因缘巧合 富豪墓在亡灵区域之外 而成为殷须唯一得以完整保存的 商代王室墓葬 丰富的文字与遗物 让我们有幸认识了三千多年前 这样一位传奇女性 富豪的御凤 恰似她优美的风姿 定格在历史的风景线上 为后人所景仰 去妞 你们下次见 乱一看会觉得这是一只蹲着的狗 其实不是 它的名字是肖尊 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毛头鹰 尊是古代的成就器 肖尊身高将近半米 头尾昂 面朝天 双翅并拢 尾巴吹到地面 和两只粗壮的腿 构成了三个支撑点 稳稳地站立 通体遍布十几种形状各异的动物形象 外形从整体上看 有一种后视少见的扶摇直上的动感 肖尊被现在的年轻人 美誉为最呆萌的青铜器 河南博物院根据肖尊的形象 开发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创产品 深受大家喜爱 有网友调侃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 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 愤怒的小鸟 肖尊出生于商代著名的 王后傅豪的墓中 傅豪既是商王五丁之妻 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 文武双全的女将军 生前她曾参与国家大事 主持祭祀 还带兵蒸发过其他国家 帮助她的丈夫武丁 实现了商朝著名的武丁中心 颇具传奇色彩 有专家甚至说 青铜肖尊就是富豪的代言人 见证着中国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 可见肖尊虽然被现在的人 赋予了呆萌可爱的意味 但是在铸造她的时代 这也许不是她本来的意义 猫头鹰是古代工艺品经常采用的原型 商代及商之前的历史时代里 石器 陶器 青铜器中都能见到精美的萧系 商人有虫咬的习惯 萧就是他们主要的崇拜对象之一 观察这些器物 总觉得有一些地方被夹工得格外的醒目夸张 例如 锐利的嘴巴 宁内的面部 粗壮的腿足 烦乳的纹饰等等 这些有意识的夸张 大概是要强调萧的威慑力 在商代 萧是商人喜爱和崇拜的一种神圣的鸟 有些专家认为 商人把萧推崇为战神鸟 是克敌之胜的象征 也有专家认为 商人把萧作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还有专家认为 商族族元神话 天命玄鸟 进而生商中的玄鸟实际上就是 商人祖先神的化身 萧 有学者说 甲骨文字里面的商字 其实就是一只猫头鹰的大脸 这不但道出了 萧与商的不解之缘 也可以解释 富豪木为什么会随葬萧尊 有关生商的玄鸟 究竟是不是萧 至今仍然有很多的争论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商代的青铜礼器当中 出现的特别多的鸟 就是羞 事实上对于猫头鹰的崇拜 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商代的皇家 希腊神话中代表智慧 理性与公平的雅典娜 它的爱鸟就是一只猫头鹰 古希腊人崇拜猫头鹰 作为可以在夜间捕猎的鸟儿 猫头鹰在黑暗中 看清真相 在混乱中厘清思维 或许这就是猫头鹰被赋予了智慧象征的原因 猫头鹰的形象在商代的石调中也有体现 而无论是雄魂还是卡通 商代猫头鹰所散发出的简单直接大气 以及不经意之间流露出的高贵气质 在之后的三千年的中华大地上 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猫头鹰在后世被看作了丑恶的不祥之鸟 诗经兵封赤销中说 赤销赤销 既取鱼子 无悔我事 兵是为何流域 周族部落的发祥地 对于赤销 周族已是极尽贬义之词了 在历经了八百年 周朝对于殷商文化的推倒戏牌之后 销在汉代仍然难以翻身 西汉甲仪 调屈原妇这样写道 无虎哀哉 逢时不详 鸾凤扶窄 赤销翱翔翔 在汉代 猫头鹰还被莫名强加上了 十亩的恶名 我们小时候也听过这些俗语 不怕野猫子叫 就怕野猫子笑 猫头鹰的到来 不是什么好事 套用这几年很火的一首诗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从高贵 到不祥 再到呆萌 猫头鹰 一直就是那个猫头鹰 但是人心 变了好多回了 西州王朝经常举行各类赏赐活动 当年作为西州官员的利 也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 还是高兴 他用这稀有的青铜 筑成了这件鬼 故名为利鬼 利的官职在当时叫有司 也就是个部门主管 这件鬼 要么也称不上经验 却被认为是镇国庆同期 它珍贵的秘密 藏在哪儿了呢 这里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地下二层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我是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 袁硕 长久以来 咱们中国的学者 一直对史初上的记载有所怀疑 其中最经典的一个例子 莫归于史籍中对 木野之战的记载 司马迁在史籍中描述的 当周武王讨伐伤众王时 宁舍王朝竟然组织起了 七十万人的作战队伍 且不论以三千多年前的人口 和调度能力 七十万人作战是否太过夸张 就连木野之战发生的时间 都有至少四十四种结论 辉煌伟大的周武王朝 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我们之前既然都没有得出 一个清晰的结论 这实在是太让人遗憾了 好在青铜立鬼出土了 鬼是一种古代石器 用来盛装煮熟的古物类主食 西州等级森严 一些用于祭祀和艳想的器物 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成为礼制的象征 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 天子在祭祀 艳想 随葬时 使用九顶八轨 诸侯七顶六轨 大幅五顶四轨 以此类推不能越级使用 自此后的三千多年 礼乐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准则 和行为规范 中华民族自育的礼乐之邦 也由此而来 所以作为西州贵族的常备礼器 鬼本身并不十分罕见 厉鬼的珍贵 恰是因为底部的三十余字明文 揭晓了武王征商的时间 明文开头是这样写的 武王征商 为甲子昭 碎顶 翻译成现代文 就是武王伐咒战役 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 当天碎星 也就是木星 正当中天 首先专家采取了碳十四测年法 将西州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碳样 进行检测 匡定初武王伐咒战役 发生在公元前1050 至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 天文学家依据明文中 所记甲子日碎星 也就是木星 在中天的天象 参照国语记载的天象记录 精确计算出武王伐咒 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由此 这一历史学的著名悬案 终于告破 厉鬼 鞠躬至北 可以说 他刻下了商周的戒碑 当然对于这三十多次明文的解读 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意义 只能说目前 我们只是暂时得到了一个 大体上还算认同的说法 如果我们要想得到最终的定论 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地发掘和研究 其实 对于一个并不从事学术研究的 普通人来说 欣喜的不仅是了解到商周更迭的年份 更是拜千年不断的文字所赐 通过一件文物 三十几个字 居然能和三千多年前的祖先们交流 而鬼的上半部分形状 被现代人用的碗沿袭下来 依然作为石器 乘放古物 被我们捧在手掌 也捧在心上 凝重雄奇的造型 严谨又富有变化的文士 但只有慧眼 才能看见他的心 此刻他被安置在国宝的最高展台 因为他记录了上古时期 一对十几岁少年的心跳 一段关于王朝不忘初心的对话 三千年前的日落 在大地上映射出两个年轻人的身影 他们一个建立了一座赤金 依旧繁荣的都城 一个铸造了一件既在荣光 跨越十几个朝代不朽的青铜器 他们的父辈曾经浴血并肩奋战 建立了新的王朝 周朝 这两个青年 一个是周武王之子 刚刚继位五年的周承王鸡宋 一个是同宗的贵族和 虽然王朝新的领袖鸡宋才十几岁 但已经在他四叔鸡蛋 一位令后世孔子都尊崇的 卢雪仙区辅佐下 开始历经图治 并依照父王激发临终的遗愿 为保江山永固 在距离当时王城西安 三百多公里以外的洛阳 建立了新的都城 这些事迹使得同世年轻人的河血脉奋章 父亲的业绩得到一国之君的认可 自己又被新王看中 为此他也要做一件热血的事情 在得到批准后 河铸造了一件青铜尊 在尊敌有限的范围里 最大限度地记载了父辈们和新王的功绩 以及新王对自己的告诫 当考古学家在一百二十二字名文里 发现宅姿中国四个字的时候 无异于在方寸之间 看到了埋藏了千年的谜底 这是关于中国一词 最早的文字记载 宅姿是居住在这里的意思 在城邦的中心会树立金旗 金文的中字由此而来 家园需要有护城河阻挡外来入侵 并在军队的护卫下才能得以安宁 因此金文的国字有兵戈守护 尊礼的中国所指的是当时天下的中心 王朝的中央 新建的都城成州 是现在的洛阳一带 这些写给祖先的字迹 更像是写给数千年后 十三亿中国人的信 三千年历史演进 朝代更替 中国一词 从地理中心 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 继而又被赋予了 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意义 直到清末 中国一词 被用作国民 出现在官方正式文书当中 三千年过去 那对年轻的身影早已不在 太多故事也被黄土掩盖 但洛阳城繁华依旧 同样被黄土掩埋的青铜尊 于1963年 在陕西的一处土掩盖中被发现 后被命名为何尊 虽没有了最初夺目的光泽 但尊底的122字名文 却没有辜负他主人的期望 跨越三个千年 将祖先的丰功伟绩 展现在后人眼前 中国 三千年前被捐刻于方寸之间 深埋于地下 三千年后 埋藏他的泥土 和这泥土连接的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都被他命名 叫做 中国 你现在看到的我 来自三千年前的西州 我在地下行走了三千年 我和时光一起行走 穿着我的绳子 已经腐朽 我的204块碎片 被光线连接 204个不同的象征 穿接成闪光的锯子 在身体上 被佩戴成段落 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龙的鳞片和大雁的羽毛 震翅在同样的天空 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 被同一根绳子 已一指相间 两条龙的缠绕 龙和鳞的河体 龙的身体和人的头 人们把见到和想象到的生命 浓缩成芋片 它们入海 同天慢慢汇聚在同一个地方 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体上 整组玉佩 从脖子 扑到脚边 晋侯夫人 又以成串的玉佩 垂坠耳畔 以玉片覆面 口耳眉目之间 呈现万物的容颜 当时的人们认为 把一个世界穿戴在身上 让亿万年生命的玉 与数十年生命的人 将彼此的生命 互相给予 就是人对天地万物之爱的表达 玉成为西州在青铜之外 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西州的人们严格遵照等级 将礼制体现在服饰上 佩戴玉祖佩的人 节不缓行 身份越高贵 身上的玉祖佩便越长 越复杂 走路的步伐就越小 走得也越慢 理智 无形地掌控着国家运行的规范 玉身为理的载体 用来当作沟通日月天地 对话祖先的语言 用来比喻君子的品格 用来象征女子美好的仪态 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 造就了玉石 鲜民的双手 把玉开凿出来 捡拾起来 腾在手心里 玉祖佩以毫厘的薄片 象征巅峰 以静止不动 比拟河流 流经了生死 与酬带更迭 这一组碎片 来到我们眼前 已经行走了亿万年 而西周离我们 不过三千年 从礼遇到佩遇 我们把世界的美好 带在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